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的一个学霸 华南理工大学毕业 出国以后在很多知名的国际型大企业里头认识和职位的主义 在这个特殊时期回到国内就要遵守国内的相关的法律法规 还那么任性的我心我素 最后给自己招来了麻烦 而且它的影响非常之大 在网上曝光了以后 今天我刚刚手机上翻到 看到北京对它的处理是取消它的手机率权 然后它就先知它马上有离境 这下好了吧 回国 避疫情 你既然不遵守法律 那就是还回到澳大利亚去 呼吸澳大利亚的新鲜的空气 香甜的空气 然后到那想怎么跑步就怎么跑步吧 是不是 最近几天的新闻让人很揪心 我们国内基本上已经快到清零的状态了 但是在国外已经大爆发 尤其西班牙 意大利 什么伊朗这些的 它的现在的数字 每天增加的数字已经接近我们当时最高峰的时候 武汉的那个数字 太吓人了 太恐怖了 而且很多国家是没有什么治疗和隔离手段 我们全国人民 正对这次疫情都付出了 可以说是付出残忍的来价 有些人付出的生命 有些人付出的是时间 还有很多人付出的是自己的 损失了很多的收入 但是呢 我们万中一新终于把这个疫情扛过去了 希望国家能把国门给你 扛好 不要让这个书性 这个患者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太难了 太不容易了 是不是呀 不用 不管怎么说 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带戴口罩 戴口罩 能不出门 尽量还是不出门 把这段时间给保护 然后最后呢 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 然后就是疫情早点过去 我们也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